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凌云的直播间 凌云说财经 有料有趣 有获益 今天是2022年6月 星期四 也是端午节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这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今天午节我们的直播主题是意外吗 不意外 今天在盘中可以看到 我们维加同学里头有很多人 对赛道股今天这个表现 有各自的一些看法 其实今天来讲 盘面上面的表现可以说是清楚的 显示出来市场进入了一个特定的阶段 第一点 从反弹的节奏来讲 到5月底结束 可以说整体的反弹告一段落 那么昨天市场就是一个冲高回调 摇摆的一个状态 内部结构上面呢 依然是以这个赛道股 以这个整车板块 联动的汽车产业链 作为最坚强的一个热点 昨天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昨天晚上的外围市场 美股高开低走 开盘的时候呢还不错的 很高开的 但盘中的走势 且战且退 从美股的情况来讲呢 可以说跟A股对应的一些 这个板块其实是下跌的 比如说呢 像这个新能源方向 还有呢 像这个这个激光雷达等等这些 其实都是算是新能源车产业链上面的 从美股来看呢 都在下跌 包括呢 上游资源也都在调整状态 但是呢 A股呢 今天这些板块呢 是没有调整的 继续呢 墙子横强 这里头呢 就是有差异 那有差异呢 能走出来 必定是有原因 对吧 就是有差异 找原因 那么从港股来看呢 今天也是调整走势 同样的是昨天今天 都是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呢 就是互相的验证 就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5月份的反弹 这个在我们预料的这个时间段里头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 基本上完成了 那么在昨天和今天 主要呢 都是靠汽车产业链 在继续的一个冲刺 那汽车产业链呢 凭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独自走向 继续走向 我觉得呢 原因呢 还是挺多的 也是挺充分的 一个呢 就是政策落地 大量的政策落地 但是落地以后呢 这个还是要看市场的响应 对吧 有些利好 市场不响应 那就算是利好对见 没有作用 有些利好 对见的过程当中呢 市场的响应度比较好 场内的机构呢 特别力挺 然后呢 又有其他的资金 来愿意参与 那他的反应呢 就是这个利好呢 被市场接受 起到呢 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看呢 目前A股的状况 年初的这轮大幅下跌 就是因为过去几年 赛道股的强烈炒作 出现了 滋生不下去 然后呢 一路的败退 这个跌幅和下跌的这个程度来讲呢 都是非常严厉的 就是首先呢 它是一个机构的集结 和这个几乎无法抵抗的连续下跌 这样呢 就导致呢 机构呢 是深深的被埋在里头的 埋在里头呢 大家就有自救的要求 然后在产业政策上面呢 又有利好的支持 超跌呢 有反弹的要求 等等这些呢 就构成了这波 从四月底到五月份 为主体的反弹走势 那么在昨天呢 我们又特别强调呢 就市场会进入一个小的阶段 这个阶段呢 核心的变量 是A股呢 各大指数 调整成分股 对吧 我们在昨天前天的时候 特别强调呢 这是这个阶段 我觉得在一周多的时间 这是市场里头呢 最核心的变量 因为这是场内的资金呢 要去应对 和采取行动的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波及面很大 因为呢 它是从 A50 上振50 中振100 互存300 一系列的指数 都在这个时间段里头呢 要做出调整 有进有出 这是调整 第二个呢 这有可能是 A股历史上面的 最大规模的 一次呢 紫速样本股 构层的调整 这个呢 我们强调 就是A股历史上面 最大规模的 一次 紫速样本股的调整 C股历史上面的 C股历史上面的 C股历史上面的